清明廉价启动 民众完信不解一早 桃园机场就涌入满满人潮 根据桃园机场统计 4号出入境人数就超过11万人大关 虽然7月3号发生大地震 排定好的行程 幸好如期举行 只是镇阳花莲达到规模7.3 在桃园这里最大震度也达到5级 但对桃园人来说 地震影响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因为以地质地位置及断层活动三者来看 桃园确实相对安全 而且地质坚硬 是耳卵石大理石组成 可以有效吸住震波 即使有断层活动 但都不活跃 进一步摊开气象鼠资料 桃园最近一次发生地震 已经时隔一年多 瑞士规模也仅有3.9 还是属于小区域地震 另外桃园台风其实也很少 去年更是全台唯一一个没有放台风架的县市 几乎成了天灾绝缘地 桃园人似乎真的好像被上天特别眷顾 桃园新闻陈明彦宋俊毅装品达桃园 参观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桃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订阅